先練習一下 怎麼樣把它分享在雲端上面 像這個檔如果要把它分享 比如說另存新檔 我把這個檔 我建議存成 這個好了 啟用聚集的活業簿 為什麼會用這個 主要原因是因為 如果你用 原來這個活業簿 它會幫你轉換成Google的格式 可能會有比較多的問題 我先用這個好了 然後把它儲存 那名稱的話呢 我就用原來的問卷調查的這個名稱按儲存 那如果說將來各位有需要要把某個檔案分享給其他人的話 其實有幾個方法 第一個 我現在把它放在哪裡呢 放在這裡 希望把它放在這裡的話 現在是沒有 現在沒有 那要怎麼把它放上去呢 其實有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 我 我開啟雲端硬碟 那我這邊有個雲端硬碟 我從這邊開好了 開起來之後的話 基本上 這個是 給別人的 共用的 畫面 這個是我原來的雲端硬碟裡面的東西 你會發現兩個看起來 其實 內容是一樣的 可是就是因為 這個是給使用者看到的 這個是自己內部的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傳一個檔案上來的話 特別注意就是說 我不能夠從這邊傳 那如果要傳的話必須 在雲端硬碟中開啟 開到這邊來 然後怎麼樣把它傳上去 兩個方法 一個是 這邊有個箭頭 檔案 找到什麼了 找到桌面上 的 這個檔案 如果把它傳上去的話 你們就可以看到了 這第1種方式就是 直接從什麼 從這個地方 這裡 去把它開起來 上傳 OK 那不過我習慣的是第2種方法 第2種方法怎麼傳呢 比較直覺 我通常會把它 縮小一點點 縮小之後的話 用什麼方式 用拖拉的 這個檔案 然後 這樣子 拉過來 把它 放開 上傳並供用 OK 如果你們將來要備份的話 我交給一個一招很好用 就是你把資料夾 你要備份 拖拉 放開 全部都上去了 全部都上去了 所以 像我習慣回家就備份 就拉上去了 可能有時候會備份比較久了 不過沒關係就讓它備份 OK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 它這邊有一個就 已上傳 而且是共用 已經共用狀態 那我 可以再切回到哪裡 這邊有個共用 項目 因為它預設已經是共用的 當然如果說你不共用的話 你這個地方可以把它關閉 不要給人家看到 那如果傳上去之後的話 再切回到剛剛 就是給各位那個 那個短網址 有沒有 這個時候呢 直接再重新整理一下 那各位可以看到 剛剛的檔案呢 就在這裡了 有沒有 就這一個 那如果等一下各位要使用的話 他會先給我 給我個圖 那你再怎麼樣 選擇下載 好 就可以看到我剛剛的那個範例檔 那你們 試試看 就是說做兩個地方的練習 第一個 這個地方 入門進階的 第二個 名字的部分 好 那等一下 我們順便講一下 就是說 像這邊有email信箱 對不對 那比如說我今天呢 希望把這個email信箱 全部幫我串聯在一個 地方 那這樣我比較方便說 我如果要寄給 這些同學 比如說下一次 我已經上完課了 那我要把 影片傳到YouTube了 也產生一個連結 那我要寄給你們的話 這個時候的話 我如果一個寄 當然是沒有效率 怎麼樣把 這一個 全部的 資料 幫我匯集成一個 一個儲存格 OK 畫面再還給各位 試試看 那我請各位就先下載剛剛我傳上去的那一個檔案 好了 練習看看 好